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在200年前出生 他想了解整个自然界的相互关系 他想了解陆地如何上升 海洋盘地如何形成 他想了解生物如何演化 150年前有一部著作出版 这部巨珠改变整个西方文化 对神参与自然界的看法 一个人一次海上旅程 就扭转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 他大胆质疑超自然创造者的存在必要 为什么他会去找一个全新的方向 去理解生物的存在呢 为什么这个理论会令人议论纷纷呢 我和一生的精力去研究达尔文 不过大狐子背后的想法 仍然有很多疑团未解 150年后 让我们用今天的知识基础 去理解查理斯达尔文的想法 揭开这个疑团 究竟这个理论 是否至今仍然适用呢 达尔文的科学是否合理呢 我们现在就跟着达尔文当年的路线 重现这个经济海行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